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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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五组成一石 由十长负责带领 十个石共有一百人组成百 由百长统帅 若有战士 所有百长统统由我指挥 依序传令下去 配合将士抵御金兵 其他将士 有本官和满副将管辖 平民可以离城 但将士已经发现离城 离战无数 另外 每天中午 居民都要袭击在此 当本官高举右手 大家就立即蹲下 还不坐 哼 不值得搞什么鬼把戏 上车 袁大哥 现在袁冲焕的心血 已经和您念成混为一体 成在 袁冲焕在 成王 袁冲焕与之接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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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启三年 宁远城正式完工 宁远城城高强后 成为官外重镇 把金国重兵挡在山海关外 达二十一年之久 宁远城被辽东辽西难民和汉人视为乐土 纷纷涌至 人口大增 即后 袁冲焕更遣祖大寿南下 向葡萄牙人购买红衣大炮 以增强宁远城的防卫能力 明天即四年三月一日 袁冲焕率领一万两千名骑兵东巡广明 并去金人重镇沈阳不远 甚至主动挑战一辈 但金兵却无应战 而袁冲焕逝次陆海出巡 写了一首诗 题目是 《携诸将游海岛》 不说帅诸将 而说携诸将 便颇有辱将的雅量高致 明天启五年下 孙成宗根据袁冲焕的策划 派诸将分屯锦州 嵩山 杏山 宥屯 大灵河 小灵河 主要在 又向北推进两百里 几乎完全收复了辽和以西的土地 此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诺尔哈赤将京城 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 移至沈阳 以便于南下宫明 西取蒙古 保持着充分的出击姿态 怎么了 这段时间茶饭不思 事先本凤圣夫人煮的饭菜不合胃口 怎么会呢 你煮的菜啊 就是皇上啊 都百吃不厌 本公公又怎么会吃厌呢 本夫人还以为公公贵为九千岁 就比万岁少一千岁 就变得讲究起来 再也不吃本夫人煮的饭菜了 诶 你我之间还讲这些恶气之言 哼 本公公是见袁冲换 一天比一天的得意 真担心啊 终有一天压不住他 九千岁 你胃高权重 人也至高机灵 去吃一个袁冲换 又怎么会下怕九千岁你呢 看来 要尽早给袁冲换来个下马威 明天启五年 东临港人杨莲列取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 并进行弹劲 却反被魏忠贤诬陷害 酿成连串冤案 震动朝野 岂有此理 反了 反了 杨莲这个混蛋 经向皇上残本座二十四条大罪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这班读书人 读书读乎了哪的 竟然将奏折投进了文书房 文书房是公公的地方 杨莲做梦也想不到 奏折永远送不到皇上的手里了 那要怎么样啊 今天我可以扣住他的奏折 我难保明天他又上奏 污蔑本座 公公息怒 公公 有什么事快说 有一名囚犯被严刑逼供 现在奄奄一息 请公公到天牢发落 该死的就让他去死的 本座已经够烦的了 哪管得了那么多事呢 公公 死人乃朝廷大臣 小人难以决定 还请公公前去发落 你们这帮狗奴才呀 批大一点事都要本座来决定 你们全是被务 走 好玩 来继续用刑 公公公 哎呀 是 哎呀 好玩 好玩 哎呀 很有趣啊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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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了 哎呀 公公 得要定罪呀 就是他病死了 哎 好 行行闭 又怎么了 还是为杨莲参一本的事耿耿于怀 哎 我今天在天牢 见到雄庭帝了 那又怎么样 方圣夫人啊 还记不记得汪文言此人呢 哦 就是以前大太监 王爱身边的红人 正是 此人曾经为东林党人做说客 顺受杨莲等人器重 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当年 雄庭帝镇守辽边 丢失广宁城被皇上逮捕下狱论司 汪文言曾经找过本座 欲贿赂本座 希望本座能够替雄庭帝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这事我还记得 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 那又怎么样 嗯 本座可以来一个一时二鸟之计呀 皇上 应该谢谢了 喝点茶吧 来 雄庭帝真的有贿赂杨莲等人替他求情 奴才所言全属实情 皇上 此说 臣妾也有所听闻 确有此事啊 岂有此理 杨莲他们这是 结党营私 欺君犯上 皇上 最近民间还流传了一部新作的演习 来人呢 走 滚 不要死在刑场上 不要死在杀场上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滚啦 熊大哥 熊大哥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传手酒鞭特立来到 传手酒鞭 传谁的手机 是星明帝 熊大人 熊大人 这不会是熊大哥的 你说谎 你说谎 崇幻是真的 熊大人的手机 已经挂在城门了 为什么 为什么是熊大哥 崇幻 特立在城头等着您 传你下去 所有僵尸 身穿束缚 束缚 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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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大哥 重换明白你为什么向我下跪 兄大哥的意思是 抗金之事 要交给重换了 兄大哥 重换一定不负所拓 必在天之灵 和我一起镇守宁远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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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觉得不舒服 她说不吃饭了 老婆 不归路,不是不归路,是山路,光临大道,好了,小莲一向快人快语,二娘知道你没有恶意就行了,多谢二娘,熊大人的事你没有给老夫人说吧? 没有,没有,千万不要对老夫人说,免得她老人家为二少爷担心,小莲知道,二娘,你要是牵挂二少爷, 为什么不到明远城去探望二少爷呢? 熊大人深故,袁大哥一定很伤心,我当然想到辽边去探望袁大哥,开解他,但是无奈,老夫人身体欠安,我又怎么能够放心得了呢? 这也是,花马,只怪儿城将两名明军杀死。 儿城令黄阿玛失掉信誉,是儿城不对 算了,不要再啰嗦了 有时花马也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勇猛了 花马如今声名显赫,自然要顾及名声 这就是汉人所说的皇者气度 花马征战半生 到目前为止,从没输过一场仗 又是花马真想闻语一个强硬的对手 大汗,酒来了 放下 花马对那晚独闯金银的袁崇化,还是念念不忘呢 花马 花马有一种预感 也许袁崇化,是本寒的毕生禁笔 看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宁远城变成铜墙铁壁一般 就知道此人不简单 对不起,我贝勒 花马,有消息传来 明昭皇帝已经将熊廷碧处决 真的 不会错 熊廷碧 不失为一代名将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看来 是上天要明皇帝疯狂 要灭明氏 以后 我大兴雄狮便少了一个强恨对手 袁崇化 明朝之内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有资格会本汉 本汉 也真想会一会你 只怪儿臣将两名明军杀死 儿臣为皇阿玛失掉信誉 是儿臣不对 算了 不要再多说了 有时皇阿玛也觉得自己 没有以前那么勇猛了 皇阿玛如今生命显赫 自然要顾及明圣 这就是汉人所说的皇者气度 皇阿玛征战半生 到目前为止 从没输过一场仗 又是皇阿玛 针小门于一个 强硬的对手 大汉 酒来了 放下 皇阿玛对那晚 独闯经营的袁崇化 还是念念不忘了 皇阿玛有一种预感 也许袁崇化 是本汉的毕生竞笔 看他在短短的时间内 将宁远城变成铜墙铁壁一般 就知道此人不简单 对不起 我贝勒 皇阿玛 有消息传来 明朝皇帝已经将熊廷壁处决 真的 不会错 熊廷壁 不失为一代明将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看来 是上天要明皇帝疯狂 要灭明智 以后 我大金熊师便少了一个强恨对手了 袁崇化 明朝之内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有资格会本汉 本汉也真想会一会你 本汉没死 本汉死了 本汉没死 本汉死了 本汉没死 哥哥 没死 笨蛋死了 笨蛋没死 笨蛋死了 哎呀 哥哥 好 再问 笨蛋没死 笨蛋死了 哥哥呀 这几年 你不知道掰了多少花瓣了 你还想掰到什么时候啊 哥哥 本哥哥记得很清楚 这几年 本哥哥不停地掰了三千两百五十四朵花 其中有一千七百朵说笨蛋死了 记得一千五百五十四朵花 说笨蛋没死 懂得算来 说笨蛋死的 多于说笨蛋没死的 本哥哥不想笨蛋死吗 所以还是要掰 哥哥呀 你心里边不想笨蛋死 倒不如就当笨蛋没死 还这样子干什么 哎呀 死就是死 没死就没死 怎么可以乱说呢 大汗和几位贝勒都说笨蛋给杀了 我和依依又打探不到别的消息 哥哥呀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哥哥 哥哥 你有什么事 快说 哥哥 依依 你只是会说哥哥 依依 看你这人这个样子 有什么事 你快点说嘛 哥哥 刚才我打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原来呀 笨蛋的没有死 真的 依依还知道 笨蛋叫什么名字 现在在哪 他叫什么名字 现在在哪里 本蛋原来叫袁崇坏 他驻守在宁远城 宁远城 他现在在宁远城 哥哥 你要去哪 我去找笨蛋 不 现在他叫袁崇坏 哥哥呀 这几年大汗都派人监视你 没有那么容易走得了的 对呀 那该怎么办呢 想办法呀 没错 快想办法 快点 快想啊 我们想 当然 难道要本哥哥想啊 你没想办法吗 快想啊 好香啊 这香姑娘 是什么呀 是野山人参炖山瑞 是不是给袁大哥的 嗯 自从寻大人寒冤死后 袁大哥一直闷闷不乐 茶饭不思 又要操劳城中防守军务 他最近已经瘦多了 所以呢 我就给袁大哥做点滋补品 我知道你这锅汤啊 炖了四五个时辰啊 听城里的老百姓说呢 这种补品要用慢火 慢慢炖才好 所以呢 我不敢走开的 你对袁大哥又细心又体贴 不如由我做梅 让袁大哥 那你没劝 谢大哥 你不要不来啊 嗯 袁大哥并非生性风流之人 而且呢 他对容姐姐一往情深 我从来都没有归分之想 只要能够追随袁大哥做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再跟你开玩笑啊 你就慢慢的炖你的汤吧 我还有药要办 慢走啊 啊 是你啊 刚才我已经敲好门了 但是参政大人正埋头公务 素香才会直闯参政房间的 你总拿我开玩笑 你进来总是愁眉不展 我想让你开开心 你只顾公务不思茶饭 这汤我是专门为你炖的 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多谢 你不怕有毒 素香你不是已经放弃了杀我的念头吗 我的心意很难预测 袁大哥你不可不防 那就当我看错了人死有余辜 重犯 重犯 有人远道而来叫线重犯 是谁 容儿 容儿 袁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这是婆婆的意思 良心 容儿 这些活儿 让下人做就行了 自己能做就自己做吧 小莲 替儿娘收拾好行装了又 收拾好了 夫人 婆婆 为什么要替儿媳妇收拾行装呢 因为你要去宁远城 老夫人知道二娘挂念二少爷 所以特意叫小莲为二娘收拾好行装 去宁远城看望二少爷 婆婆 熊大人的死 宁远城看望二少爷 我 你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不 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安忍又不是足不出户 况且熊大人的死 已经震动朝野 民间百姓议论纷纷 我又怎会不知道呢 熊大人死得实在冤枉 朝廷奸臣当道 污害忠良 他们虽然可以得逞一时 但是我相信天地有正气 奸邪妖魔 早晚必遭天谴的 我现在反而担心宁患 宁患以熊大人 以兄弟相称 肝胆相照 熊大人的死 宁患一定感到 很伤心的 我已经老了 最近年身体越来越差 不能亲到宁远城 为重唤 激励志气 所以 婆婆想让我到宁远城 鼓励袁大哥 你夫妻二人分开很久了 也该相聚一下 但是 您要媳妇我去宁远城 岂不是 您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傻丫头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何是人照顾 情妆已经收拾好 荣儿 你替我捎一句话给重唤 什么话 婆婆 国家 国家 这是娘亲让我捎给您的话 娘亲的意思 是要我不要忘记 先有国而后有家 让我不要激寡家园 娘亲真是声名大义啊 荣姐姐 袁大哥 你们慢慢谈 我有事先出局了 今晚荣姐姐再与宿香屏竹长谈 重唤 我也有事要办 我先走了 重唤 重唤 袁大哥 袁大哥 你的字写得好漂亮啊 你对写字有兴趣吗 嗯 其实呢 我从小很想读书十字 只是我家里很穷 加上呢 我又去个女儿家 所以一直就没有机会了 以后袁大哥教你十字 真的 嗯 宿香 这个就是你的名字 原来我的名字是这样写的 哎呀 袁大哥 你的名字怎么写 我来教你 我来教你 袁大哥的名字是这样的 比我素香的名字漂亮 怎么会呢 以后我每天晚上有出空时间来 叫你识书练字 好吧 好啊 陈素香 你不要再痴人做梦 你根本就没这种福分 不要 只要可以追随袁大哥 就已经算是我的福分了 袁大哥 乘舵那边有事 是吗 是啊 你快来来看看 袁大哥 真的 容儿 还没休息啊 你已经身怀六甲 要注意休息啊 没关系 好啊 荣儿 我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啊 没呢 荣儿 很晚了 早点休息吧 难怪这么晚还不休息 是在做小衣服 袁大哥 什么事啊 如果荣儿不在你的身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你要走 不是 荣儿 今晚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有事一定要跟大哥说呀 没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真的没事 袁大哥 我一定要为你生一个又可爱又聪明的小宝宝 好吗 好 当然好 袁大哥 我想让你今天晚上整晚就抱着荣儿 好吗 好 好 苏霄妹妹 荣姐姐 荣姐姐知道苏霄妹妹习惯早起 所以特地做了热粥馒头给你 谢谢你 荣姐姐做 嗯 来 趁热尝尝尝龙姐姐的厨艺 好 怎么样 味道好吗 味道好极了 这款粥品 袁大哥都很爱吃 一会儿 龙姐姐教你做好吗 好 好 宿香妹妹对袁大哥可有好感 嗯 荣姐姐 你不要误会啊 我 宿香妹妹对袁大哥的心意 荣姐姐其实早已看在眼里了 袁大哥的确是个难得的好人 荣姐姐 我真的不是 你不要紧张 荣姐姐今天来 并不是要向宿香妹妹大惊问罪 而是刚刚相反 如果荣姐姐不在大哥的身边 希望你能够带荣姐姐好好照顾袁大哥 你要离开宁远城 相信是永远离开宁远城 离开袁大哥 荣姐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 荣姐姐突然心虚不宁 想起家父曾经交过一茬 叶克吉凶的占卜之术 荣姐姐于是占了一挂 结果 荣姐姐难逃大劫 怎么会呢 占卜之术怎么能相信呢 我没有告诉袁大哥的原因 就是知道 袁大哥的反应会与宿香妹妹一样 荣姐姐 你一身是不 怎么会有事呢 常言说道 天意难测 总之宿香妹妹一定要记住我的托付 要尽力的一切能力照顾好袁大哥 卫中贤 杀害东陵党人和雄亭帝后 便向西宗提议以高帝代替孙成东做辽东经营 高帝普一道任 及时提出要撤去关外各城的手谕 将部队全部撤回山海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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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宿之后来是 提出 Eyes incentives for review 思考师傅 思考师傅 不语 Sage 市傅 Assist 别有 从长空翻 使功名在梦中 四头无仇 无永江 终分依旧 所谅空 四头无仇 无永江 终分依旧 所谅空 终分依旧 所谅空